有家庭吗 我看你家庭成员当中是父母 然后妹妹 就是说没成家什么 离异了 你有孩子吗 没有孩子 也没有孩子 你是闪婚对吗 闪婚 闪婚闪离 怎么认识的 老家在演出认识的 就是可能我不好吧 可能我不好 怎么叫你不好呢 我反正沟通不了 就是我们俩的 比如我们俩都是 在一起十天几百八天吵架 都是以很好的开始沟通 都是吵架结束 我们都是在一起十天 起码有八天吵架 因为过程中可能是 还是我的原因 其实我还是坚持离异 因为我觉得 我的婚姻不是这个样 别的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去唱歌的 比如跟你聊天 或者歌迷和影都不行 回来的时候被数落一顿 老妈就说真的不行的话 那你自己看得罢了 其实老妈是作为父母来说 她不可能支持 而且是离异怎么之类的 他俩怎么好上的呀 这很奇怪啊 他觉得我不错 反正我也觉得他不错 来你慢慢说 你先说他觉得你哪儿不错 感觉反正我们沟通的时候 觉得他就不错才认真啊 他具体哪儿不错 反正我也不懂他 那你觉得他哪儿不错呢 觉得他对我父母挺好的 他对我父母挺好 对我也可以 不是你挣点钱 请一阿姨 也能对你父母挺好的呀 何必结婚呢 对我父母好这件事 不是你们选择伴侣的基础 至少是言言之一 那时也是在 毕竟父母真的天天吹 你到底觉得你老婆爱你哪儿 他觉得第一 我能唱歌 能写歌 有才华 就是那时只是说 他给我觉得很不错 那张伟我问一下 你如果客观总结一下 你们俩离婚的理由 你认为你自己做得不对的 有哪几个点呢 这不该开始 我觉得 没有错 你好好答今儿女生特多 因为一个爸长拍不响吗 肯定哪个人都有问题 我觉得我都有问题 刚才我说了我不好 你这问题是哪一个问题 我们想知道是你的原因 不好在哪里 不好在哪 我都不知道 但是你让我求是他不好 我也说不出来 你说像你自己 我觉得每个人对自我认知 是最客观的 你说一下你对自己的认知上 你觉得哪些问题 荣儿 不是每个人都有反省 自己的习惯和能力 那就肯定有问题 才能问 但你说我有问题 我真的谁不说 我第一个 可能我第一个 没车 没房 没钱 没有经济 这不对 如果你没车 没房 没钱 是你婚后这样的 那有情可原 要知道你是婚前就这样 人家选你 也不是图这三点 就是你刚才 这番回答呀 作为男性 你也让我觉得 似曾相识 我也遇到过 这样的男性 就是你说他有问题吧 他很诚恳 他说对我不好 但你要问他 什么不好 我真的说不出来 对 他就是说 我也说不出来 我哪儿不好 你的答案就是 说不出来是吗 那就是没学出来 自己哪儿不好 对 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自己我都理解 但是婚间的两个人 外面是不知道的 或者是外面 也就不真正理解 只有两个人 才真正理解 不是说 另一半不好 也不是我好 但是两个人 真的不合适 因为我是女性里面 特别冷静的一个人 因为我一直在 观察您的行为 我这儿一直写几个字 我发现就是 特别容易冲动 和特别容易放弃 这是我对你的第一印象 我就判断 我说是不是好的 我就开始来观察 您的这个情感选择 就是这样的态度 但是背后折射出什么呢 折射出您 很多事情 你是很难负责任的 这在企业里面 如果您要工作进职场 责任心很重要 然后还有第二点 就是很多人想让你说 为什么会产生分 就是产生这种分手 你答不出来 折射出您 另外一种心理 就是很少自省 如果您没有自省 也很少负责任的话 那其实您要走进职场 来找工作 我会被您有点担心 你不用担心 就是不适合 你干嘛老绕圈子 但我觉得 咱是来求职的 就是个人的这些问题的话 可以回答 其实也没必要全都回答 你主要还是看一看自己 在音乐唱作 然后你要做签约歌手的方面 有哪些才能 真的就别绕进去了 加上女企业家太多了 现在我背教进去了 老师 其实有些朋友会有疑问 说怎么有的求职者来了以后 你们老问人家这个情感生活 和家庭生活呢 其实我想说的是 在我们聊职场之前 通过他的相关的生活经历 有的时候我们能够 对这个人有更全面的了解 一个都不能对家庭尽心尽责 去施以关心和照顾的人 我们又怎么能够指望 他在集体当中 为集体去贡献呢 所以说大家要明白 如果你在面试当中 有人问你这方面的问题 他绝对不是八卦 我会说的